3、2、1 启动 在交通部长王国财与台北市长蒋万安等人共同揭晓下 穿着太空装背上喷射器的太空玉兔正式亮相 这是2023台湾灯会主灯 以机器人为造型充满科技感的玉兔 灵感来自于台湾傲视全球的半老底晶圆产业 我想一个国家灯会的主灯 不只是标示当年生肖的主题意向以外 其实它还可以带个国人一起回顾 我们过去一年大家的骄傲 但我想台湾的金人产业没有疑问 是我们大家共同的骄傲 不只科技感十足 太空玉兔生动的脸部表情变化 更是台湾之光奥运举重金牌选手郭庆春 透过脸部动作捕捉技术所带来的成果 这是我第一次接到这样的一个工作 那我一开始其实听到的时候就想说 哇会不会很难 然后我要怎么去做这样的一个表演 然后好像我是一个非常爱演的一个选手 就是老师很会引导 然后他就告诉我 大概在什么时候要做什么 然后表情大概那种情绪要怎么样 所以老师非常会引导 所以那一天就真的非常顺利的 把那些表情都一次性的把它录完 另外小朋友最期待的台湾灯会小提灯也同步揭晓 设计师林家伟以爱丽丝梦游先进的白兔为发想 绑上红色蝴蝶结的小兔提灯还可以变身 组装成头上带的兔耳朵 让小朋友化身为超萌的小兔子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两个小朋友的妈妈 那今天其实一开始在设计小提灯的时候 小朋友就跟我说 我很想要有小兔子可以提 可是我也很想要有兔耳朵可以带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 就是他挣扎了很久 所以呢妈妈为了要一次满足小朋友的两个愿望 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兔子做了一个变形 让他变身以后也可以变成兔耳朵 加农部长王国才表示 加农部光局结合民间与地方政府资源 在元宵节期间举办的台湾灯会 每年都会吸引许多国内外游客到场参观 这次回归台北市举办 希望让大家看见台北市23年来 城市的蜕变与进步 今年是在包括我们东区 包括我们国库纪念馆 我们松山文创 到台北市政府到101大楼 在所有的这个高楼建筑跟城市巷弄间 都可以看到我们灯会的这个策展展演 那有时候23年回来也刚好看看 台北市在23年城市的蜕变跟它的进步 与江部长王国才一起出席台湾灯会主灯 即小提灯造型发表记者会的台北市长蒋万安也表示 回归23年台湾灯会终于重回台北市举办 特别具有意义 因此除了充满科技感的主灯 及创意十足的小提灯 2023台湾灯会还有多项特色亮点 第一个 我们这次的灯会规划 是一个城市廊道 也就是规划 从101到新义商圈 台北市政府 国服纪念馆 松山文创 然后到东区商圈 这一整个廊道 有非常多的作品 非常多的灯饰 而且这一次我们甚至规划了艺术入定 什么意思 也就是很多的艺术作品 把它进入到我们实体东区商圈的店家 另外台北市12个行政区 都有一个主题灯饰 然后真正做到让我们的灯会 融入在台北市的大街小巷 融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 江部光局表示 总高22米的主灯 将在2月5号元宵节当晚7点正式开灯 每半小时展演一场灯光秀 配合今年兔年 除了主灯与小提灯 许多主提灯视野都将以兔子作为主题 江湾表示 由于大儿子以及即将报到老三都是属兔 因此特别喜爱今年的兔年提灯设计 他也期许台湾灯会圆满成功 带领台湾重新启动 欢迎大家一起来台北赏灯会庆元宵 记者张祈腾台北报道